對上菲律賓的比賽也是兩國在該事件發生之後 第一次在國際賽黨上面有正式的接觸 對 不過那場比賽是沒有插出任何的火 哇反而在今年這個風波是有點過的情況之下 居然在第58分鐘的時候雙方是有一些衝突發生了 對 好來看剛剛那個重播 不過還是沒有帶到 這邊有一個偷襲的動作 所以剛剛Chalidon的這一張黃牌是絕對沒有問題了 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在足球場上動手就是不對了 我剛剛似乎是舊判決上面好像有一點不滿雙方 對 不過裁判剛剛這張黃牌是給 在畫面上方有出手動作的這個Chalidon 目前畫面帶到的Chalidon 一張黃牌 記得代球 有機會 同個民主做選擇是沒有選擇 真的 做出不可能的事情 雖然吞下了一張黃牌但是Chalidon 今天兩顆鏡球都是憑藉自己的一個內切射門 個人沒開二度幫助球隊在這場比賽 逆轉超前取得3比2一球的領先 看到在場的菲律賓朋友們是非常的開心 能夠在異鄉看到自己的足球隊 雖然菲律賓足球並不是他們發展的重點 對 但是在這場比賽當中 他們是在落後兩球的情況之下 目前取得3比2一球的領先 Chalidon 個人沒開二度 兩次的射門都能夠攻破對方門將的大門 這個進球完全沒話講 但第一時間香港隊的門將可能在判斷上面也出現一點點的失誤 所以就在這0.01秒的時候 而且看到球有炫進來的一個感覺 對 最重要的是打到香港的一個球員的背部 所以說改變方向讓手妹無法判斷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好的球員 他在瞬間的過程當中 只要瞬腳的時候 不管在任何的角度 你去踏就對了 那反而碰到後衛改變方向 手妹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套去玩笑的話就是用力打機會多 對啊 這比賽越來越精彩了 反而是全場攻勢較少的菲律賓隊 靠著前鋒的幾次射門都能夠獲得進球 而且這邊又想來做一個反擊動作 目前的狀況來看 香港隊有很大的麻煩 不過這邊香港隊有一個機會 國劍邦在左側 腳踏進去裡面 哎呀 可惜啦 幾乎就是一個空門的情況啊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將球給送進球王裡面 這個球24號鄭里彥 非常的可惜 面對空門的情形之下 他的內勝沒有撥得好 我們看到菲律賓有這麼多的球迷在現場 真的是這些球員 拚了勞命也要想盡辦法完成這個 這一次的勝利的比賽 不過也因為在台灣工作的 菲律賓朋友是非常多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項目 只要菲律賓來到台灣出賽 其實在場邊都有看到 許多的菲律賓球迷進場 為菲律賓來加油 對 我們在這邊 哇 凱里彤 今天 鏡頭非常的多 茶飯給牌了 應該是香港隊13號的球員 13號的後衛 吳偉超有個犯規的動作 好 來看看鏡頭 老師有一個連推帶拉的動作 這個拉的時間超過3秒鐘以上 事實上 一般的球員在保護球的時候 他可以適當的把雙手撐開起來 那在撐開的同時 順便把對方的腰或是身體的動作 把它阻擋住 那因為這樣的視線 剛好是裁判的視野當中無法看到的 不過這時候看到 香港隊的球員 吳偉峰是直接走下場下了 好 第65分鐘 菲律賓目前是取得3比2的領線 好 這球 丟了在線了 就差這麼一點點 菲律賓12號的球員 阿德格爾 今天的畫面也是非常的多 看起來香港隊這邊好像似乎有做出人員上面的變動 但肯定的是吳偉峰應該是下來了 你可以的 講雙隊還是沒有辦法拿助球 我這邊 跟菲律賓又是月威在先 The Young Husband 這本場表現非常突出的一名球員 不過剛剛算了一下 香港隊在場上球員 目前只剩下10個而已 對 所以剛剛那個應該是紅牌已經出場了 不過剛剛第一時間看到 裁判這邊是掏一張黃牌 對 但裁判掏出黃牌 他是看到他累積的時候 因為畫面上可能我們沒有帶到 他是第一個一定要是先給黃牌 但是他發現他已經累積第二張黃牌的時候 就要直接給紅牌出場 對 卡里棟 今天攻進兩球的工程 沒想到今天章比賽 香港隊在上半場有大好的形勢 目前畫面看到了 李威廉在開賽的第二分鐘就攻得進球 對 而且在第二分鐘的時候 將比分的優勢擴大2比0 沒想到在下半場的第67分鐘 目前反倒取得3比2一球的落後 比威廉來處理這個腳球 進去裡面被頂了一下 阿德哥趕緊把球給清出去 還是香港隊的球權 這球轉移來到右側 陳趙琦 進去裡面送看看第二點的接引 陳偉豪 這邊郭劍邦想要做一腳的補射 還是打在菲律賓球員的身上 比威廉豪 菲律賓球員的反擊機會 看看左側有個大控擋 這邊來拚速度 我給的稍微大了一點 前兆期香港隊在左側的進攻 交到進去裡面 看看這一點香港隊 哎呀 非常可惜 22號在下半場 替上場的沈國輝 一個大好的機會 就是沒有辦法 將球給捅進去了 但給的角度也稍嫌難以來攻門 不過其實 沈國輝應該可以把這球給停下來 再來做一波新的進攻 因為7號陳趙琦在這個推進的過程當中 他是用右腳的外側 往這個地方旋球進去 事實上來說 最好的位置應該是左腳 然後炫球的力道足夠的時候 他才會緩衝這個球的速度 後面跟上來才有足夠的時間 能夠把他在做第二波的一個射能 所以這個球船的品質稍微差了一點 不過我們也看到 菲律賓在做業位的這個地方 也經常讓香港有機會突破 這是他必須要小心的地方 目前看到菲律賓幾乎把防線 都推到自己的半場來做防守 香港隊的進攻 往中間裡面掉 找第二點 不過在這邊菲律賓的後衛 把球給破壞掉 讓香港隊在前床左側 獲得一個腳球的機會 14號的菲律賓球員 卡羅斯·馬天尼斯 是他們的一個後衛 以威廉來處理這個腳球 門將先擋著一下 看看第二點 被菲律賓球員給拿住了 又是一個大腳的往前送 香港隊的後衛 從後面插上來的速度還真快 有機會了 存鐘的球 還是要 談的是 我們在半場的時候講到 香港隊在今天 你們一腳的一個把握 確實是欠缺的一點 雖然在上半場是 早早獲得領先 但其實他們 在上半場其實有機會 攻進更多的路球 對 看起來 這一幾波的攻擊當中 菲律賓的體能 狀況 並不是太理想 又是越來越了 這時候菲律賓的戰術 打得非常的明顯 幾乎就是一個 901的正式 對 在前方線上直擺上 速度非常快的 Fior Young Husband 畢竟他們也要來 手下這 最後的20分鐘 不過剛剛 菲律賓的德國級教頭 WISE先生 認為這球應該是沒有越位 對 有些教練經常會在裁判之間的規則上面的糾紛 那事實上來說 只要裁判吹了哨聲之後 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有時候適當要尊重裁判的判決 這個大腳轉移 事宜又是一個越位再見 剛剛提到的對裁判的一個不尊重的情形之下 有時候往往會讓裁判會刻意的去吹你的一個換歸 反而對於自己本方的球隊是一個很大的不利的影響 所以說在比賽當中不是只有球員要承得出去 這個總教練跟各位教練都要承得出去 大聲的擾亂 確實對裁判對你的觀感是一個很不利的影響 好 這個時候香港隊再次選擇換人 是把20號的前鋒球員 鄭里謙給換下去 在今天是有一顆路球的進場 往上來的球員是21號的沈國強 我們剛剛看到打架的畫面當中 鄭里謙有做小動作 去踢人的動作 難怪會引起輝律賓這樣子一個很大的不滿 漂亮的一個專業球 在左側 看不懂 又想要再來一次嗎 結果這次是左底線 有機會 交進來 在右側 給了羊husband 哎呀 這一球停大了 這球沒有停好 但可能在體能方面啊 畢竟肩長比在 菲律賓在前鋒線上啊 真的是疲於奔命啊 這球如果聽他的話 又是一次非常具有威脅的進攻 13號 卡里格東 這位球員相當不錯 左腳的一個盤運球的過程當中 跟我們台電的球員黃凱遜相當類似 我看到這邊好像是抽筋啊 卡里東 今天有兩個進球的路障 也是目前球隊能夠取得領先的重大工程 對 單價又進場了 今天卡里東畫面真的是非常的多 對 進球有他 黃排也有他 單價也有他 對 現在剩下最後的15分鐘 目前菲律賓是3比2反倒超前 球員想要出名有時候會不適合手段 事實上他適當的倒地之後 讓這個球賽因為他在贏球嘛 那稍微緩慢一點點也可以拖延一點點時間 不過剛看到卡里東在進的第三球之後 是興奮的跑去跟他們的球員